Hello大家好,我是Sugarbee 现在开始第二集的游戏直播视频 上一集我们正在跟TomNok打工 然后还有只完成了两个任务 好,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任务 而且上一集我们看到了我的三个邻居 然后分别跟他们打了招呼 是的,我已经介绍过我自己了 然后现在我跟一个邻居游递一个他的家具 Truffle 他让我立刻回来跟他报告 原来还有快递工作的 Truffle在线买了一个家具 我们看一下Truffle 我们现在打开地图,看他住在哪里 在我家下面 然后我们去先找到他 在跟这些邻居送礼物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可能会收到礼物 刚才晚上在这个位置看到他 他应该走得不远 在一个森林里找一个人还是很复杂的 跑起来 先走到家 再往上去找他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很魅力的地方 就是没有年龄界限的感觉 就是你不知道你多大 然后你也不知道别人多大 就感觉什么阶层 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玩这款游戏 这很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我可以在地图上定位就好了 所以我就会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他是不是喜欢钓鱼 终于找到你了 他真的是在钓鱼 这否原来是一只猪 不觉得他的眼睛很可爱吗 就是他真的眼睛很小 然后眉毛很粗 好了 终于完成了我的任务 Truffles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 Truffles 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他的刘海 中分 啊 他送给我的我的Picnic Table 野餐桌 非常感谢 他是在告诉我怎么移动家具啊 或者怎么买东西 啊 现在我要迅速的回去报到 跑两下子 跑还是会比走快很多 好了我打吧 哈哈 第一个成功的快递 那就说明还有很多 但我现在大概知道Lily在什么位置 他就在那里随便走 然后还有一个 Burt Junior 他应该会在家里 啊 我知道了 这个任务是要给他写信 然后就感谢他的支持啊 然后我会寄到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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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开始拿出支笔 好现在开始拿出支笔 我们要先给Lily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就说他 谢谢他来这里购物 然后 然后 可以了 就这样吧 好了你就发现 我的信件框里多了一份蓝色的信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 我就应该去到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可以寄信 当然也可以还带 可以 嗯 他有个回收箱 然后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要站在这里 就是搬进搬出 我站在这里 他就回来了 他每次工作都是笑嘻嘻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他合作 如果你是晚上在玩这个游戏 你就会见到他的姐妹 应该是他姐姐 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物性格 很急躁的那种工作 很急躁的那种工作 它是一只水鸟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一个大大的猴囊 没了 没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最终是一个回收箱 如果我捡了垃圾 就可以放在这 然后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东西 我想要的 什么也没有 OK回家 大家如果有一些很多信 然后你不行 不想要或者没有地方放的 你就可以 或者没有不想要的信 你就可以扔了 然后想要的信 你可以存在 pally的后边 他可以帮你存储信件 好 我们现在开始回去 完成了一个任务 他要让我立刻跟他报告 就你不管多快回来 他都会跟你说 你花了比我预计的时间还要长 好了 下一个我要快递一个地毯 我要给那个青蛙送去 我或许还会收到一个地毯哦 然后我会把地毯摆在我家里 看一下是什么样的 他家的家具真的很有特色 如果我喜欢这个风格 我可以在跳蚤日的时候 向他买一些家具 跳蚤日就是互相可以交换家具 什么的 但如果不喜欢就算了 别人也会来你家买 好 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波尔俊尼尔 青蛙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脸上有很多痘痘 这个性格还是有点奇特的 或者是奇葩的一个人物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跟他成为朋友 嗯 什么啊 他说我经常迟到经常晚 是一个经典地毯 经典的家具是黑白色的 所以我在想 经典的地毯会是什么样的 他每次会说 有点像青蛙的叫声 好 完成任务 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奔跑回去 如果我知道我的目的地 我有的时候会奔跑 但是如果我种了很多花 我可能就不会 咱们要不先看一下地毯找什么样 有点迫不及待 今天地毯 这个还不错 比我 不是我想看的那样的 还是很好看的 要不要放一个餐桌 因为现在啥也没有 真的是野外的餐桌 这是用来烧烤的吧 嗯 好了 有一套家具我是非常想要的 有两套 其实有一个是中式风格的 异域风情特色 它叫异域风情家具 是中式风格 就还有那种红木长凳 红木屏风 那是我非常想要的一块 还看是橙子橘子类型的家具 如果之后有一个村民 他会搬进来 就是他 我忘记他是谁了 但他会一直会收集橙子类的家具 如果我看到他 我会从他那买很多 这就是我有想收藏的两款 当然大家可以自己搭配 不需要买全套的那种 这个游戏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森林 我的村庄 然后我也很想看到其他人的村庄 就看一下 因为每个人 就我朋友玩的所有的人 他们的家呀 或者他们的村庄 都是让我眼前一亮的那种 所以我很想知道 大家是怎么玩这款游戏的 还有之前刚才说过 是没有年龄的界型 所以我会看到在线 YouTube上一个很老的老奶奶 他也一直在玩这款游戏 所以他不需要水平 但是他需要时间投入和花心思 这应该是累累的家 但是他刚才在外面 他特别喜欢浇花 他拎着一个花伞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要再给他第一个花伞 看到了一个化石 化石是一个价值比较高的东西 如果你捐完之后 还有两份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卖了 天哪我要开始森林大搜索 搜索瑞瑞 他应该会在花的附近 因为他喜欢浇花 然后这一片 已经没有他的存在了 找雷雷还是很愉快的 因为我很喜欢雷雷 他是一只青蛙 但他是一只很可爱的青蛙 他那个人物形象设计的很好看 他总是穿一个小白裙子 好了 还是没有找到你 可惜不是吧 是这个吗 雷雷 我终于看到你了 所以他买了两件花伞 大家记不记得刚才给他写信 就是说他经常来我们店买东西 所以 他跟我说每个人在这个村上都会喜欢收到信件 所以呢如果我想跟大家成为朋友 我也可以记信 我发现我以前 收到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我寄一些礼物给他们 或者他们喜欢的东西 他们就会给我回一些我很想要的水果呀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会还会试着用这种操作 然后交给大家 或者是看一下我们一起见证 好了完成了我的任务 是的我记得有个告示牌 他让我贴一些广告给那个告示牌 随便写一些东西 或者是比较酷的一些东西 可以可以 但我不能擦了 不要花太长时间 他完全像是一个苛刻的老板 不要耽误时间 干完活就回来 然后用你的空余时间去跟大家介绍自己 这完全是老板的作风 好啦就是这个告示牌 我要开始在上面写一些东西 嗯 就是写广告 广告都会说 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 We have a big sale box sale 让大家都来买东西 嗯 因为水平一般 所以只能写成这样了 好啦完成任务 我的重点是完成任务 并不是在完成的多好 是吧 啊我跑了 天呐 我刚才在 两朵 我记得我就跑了一朵花 我在一朵花上跑 然后它居然就消失了 心痛 原来这说的是真的 就不可以在花上跑 种花其实 简单的说 就是买了花种子去种 或者是你在哪看哪个 把它拔了再去种 但是种花有很多 嗯 高盛的技术 比如说种一些杂交的花 或种一些稀有的花 买不到的花 当然如果你毁了这个的话 你就很麻烦了 就比如说我刚种了一个紫色的花 就很难买到 然后把它毁了 就会很心痛 好啦我挣了一些钱 然后等于说我付了第一笔房贷 如果我买了东西 也可以拿在这里来卖 然后就获得一些钱 在这里购物是有积分制的 所以有的时候是 你花五个币 然后等于一个分 还有的是花一分等于一个分 就看你花多少钱 然后会有一个 记录 如果你花的钱越多 等于说你就可以成为会员 或者什么 完成任务 FREE 现在我应该是没有钱的 然后 我们要不要试试运气 遥遥数 没有钱 偶尔我会有好的运气 收到一些什么 金币啊 或者是 家具 第一桶金 好 我应该站得近一点 应该试试运气 第二桶金 当然了如果我去 卖水果 我也是可以挣到一些钱的 价钱应该不会很高 但是如果是异地的水果 外来的水果 就会比较 收获更高一些 然后我会经常关注 沙滩旁 因为沙滩边上 会有一些椰子树 洗过来 就会打在岸上 啊蝴蝶 吓走了它 因为我也没有工具 可以 装了一朵花 回家 刚才采了一朵花 现在把这朵花给它补上 如果你走过上去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刚才真的是 跑了一蹦 抱歉 我想把我之前的地毯卖了 因为它真的是很丑 我现在是自由的人生 所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太幸福了 我想买东西 这样我可以等一下买个工具 我会想先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东西卖了 我的工作服也一般 但是我想还是留着它做一个小纪念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钱了 所以我想买一个工具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它这边没有铲子 天哪 如果我有铲子 我可以获得一个金铲 就把它买了 是一个小提琴吗 星球好贵啊 这个钟也比较好玩 如果这个不是很贵的话 我可以愿意把它买下来放在家里 不可以 现在我暴露了本性 就是特别喜欢购物 我们先买一个 先买一个网吧 嗯 然后再买一个钓鱼杆 这样我就可以 在下一局中多赚一些钱 然后至少我有些工具 就必先利器器 所以我要先有一个好的工具 等我明天再来的时候 它就会应该有更新其他的工具 我就可以买铲子 因为我特别想把它变成一个金铲子 然后我就可以种一些摇钱树啊什么的 好 这一集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的打工生涯结束 然后我恢复了自由生 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